在博人传里,佐助再次遇到哥哥又的两个名场面 佐助居然穿越道又,自己的父母还在的时候 这集也太好哭了吧 与制播家族门口,又正在认真打扫着 看到有人出现,又回头问道 这位朋友你好 佐助缓步上前没有答话 又出声说道 第一眼,我差点把你看成我弟弟 你真的太像他了,进来做作吧 又招呼着 佐助还是一言不发 内心似乎在挣扎着什么 进入屋内,佐助一家人的合照是那么显眼 这时,佐助的妈妈出声道 这位客人,来了就一起吃完饭吧 佐助心头一脑 这个场景是那么美好 我希望时间永远停留在这一刻 妈妈做着菜,又和佐助聊着木叶村发生的事 心中幻想无数次的场景居然真实出现 挣扎许久的佐助还是说出口了 不久后,团葬会安排你做灭族的事 而你为了保护我 选择了听同他的阴谋 在这之后,你会和我决斗 你并没有拼尽全力 你会在决斗中落板 之后你就陨落了 我就知道你一定是佐助 就算事情正如你所说 我想我依旧会这么选择 佐助听完,忍不住动了 随后开始剧烈的头疼 佐助带佐良娜来到佑的故地 佐良娜在佑的面前 发誓要成为第九代活影 居然得到了佑的认可 又来到这里了 佐助惆怅道 佐良娜回道 来到这里,总有一股很熟悉的感觉 对你来说,这并不奇怪 佐助说道 佐良娜惊诧地说 我明明一次都没来过 要问为什么熟悉的话 因为这里面埋藏的是我哥哥 佐助抚摸的石碑回答道 说完又满脸正色说道 他是真正的人者 是个为了村子牺牲了一切的男人 这时,佐良娜感觉眼前一黑 面前就浮现出了一个人影 对佐助说道 从刚才到现在 我的脑袋就一直浮现出一个人影 佐助沉默了一遍 对佐良娜说道 那可能是由任何人 闻言 佐良娜站直了身体 正色道 我一定要成为第九代活影 今天在这里立下誓言 佐助听完 心里非常欣慰 扶下身子说道 居然说出这种话 说不定真的会成功呢 这时 佐良娜一脸惊诧道 刚才那个就是又大部分